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底蔡政府要怎么向这个日本大哥哥表态 到底这蔡政府有没有守护台湾人的主权 安全还有这个未来的食安 因为他排放这个核污水 大家都已经开始在聊说 哪一些鱼种类有可能会接触到这些污染 但是当然啦 也有非常多人现在已经纷纷都跳出来 哇又变成什么 一日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核能专家了 他们都跳出来纷纷的说啊 日本会稀释啊 所以不用担心 对韩国人也很清楚不用担心 但是就像韩国人前几天讲 请问一下日本有拿出谦卑的心态 跟各国讨论 跟各国怎么样 赔罪一下吗 因为他要做这件事 海洋不是只是日本的 你这样搞得好像 哇全亚洲的海都是日本的 哇有这种事吗各位朋友 压坝成这样土匪啊各位 日本自己内部 我相信去过日本朋友 韩国人以前很喜欢去日本啊 主要日本的这个国家里面 哇不管街道啊或者是建筑啊 还有他的环境啊用的干干净净 甚至他的自来水都可以怎么样 有些地方都可以直接饮用 不需要主废 他们把自己国家用的干干净净就排一堆核废水 各位有这种鸟事情吗 所以韩国人真的觉得真的是一个土匪的行为 第一个没有完全跟周边邻国沟通 然后表达谦意就算了 然后自己自行在国内拍板说排放就排放 而且韩国人前几天也告诉各位怎么样 他们自己国内的这个不管渔民 因为日本人太爱吃生鱼片了 太爱吃握寿司之类 有关鱼类的东西 就是日本的怎么样 最重要的主要饮食嘛 定时早上哇都要有一个什么 都要有一个鱼类的东西 所以当然日本的人民 大部分都是表达愤怒的 但是啊就在这几天啊 台湾啊怎么样 整天对中国大陆干干教的 整天说要守护主权 就该要让你站出来守护主权 保护台湾人民的健康的时候怎么样 都归缩了 我已经等了好几天了 结果你知道吗 台湾只有什么地方硬起来吗 只有这个什么 圆人会啊 当时新闻就写啊 各国反对无效 日本坚持排放这个 核污水啊 那圆人会啊表达遗憾啊 今天台湾整个民进党的执政的政府里面 就只有一个单位 叫做圆人会 这直接就是怎么样 一开始就是表达反对的状态 但是各位 这不对啊 这不像是蔡同学的风格啊 我们蔡同学不是当时 香港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跳出来成香港 新疆棉事件 第一时间就怎么样 希望北京能重视这个新疆 哇每次都是对于这种虚无缥缈的第一题 第一个跳出来 那这种真的会发生的事情 而且也是日本证实的事情 完全怎么样 完全都消失了 我今天就查了新闻 我们的这个蔡同学 他们只有说什么 蔡同学的发言人就说啊 日本啊应提供处置的资讯啊 真的当下我看到翻爆白眼的 请问一下 这是你守护台湾人的主权 台湾人的健康 台湾人的生活吗 这内文就写啊 蔡同学的发言人啊表示啊 包含啊这外交部啊 驻日代表出来 圆能会等相关部门啊 接多次向日方表达高度的关切之意 并表达台湾人民及环保团体之忧虑 相关主管机关 圆能会并以正式向日方表达反对的意见 你看 又是相关的主管机关圆能会 为什么刚刚韩国人要提这个圆能会 就是因为这样啊 为什么不是你蔡同学清清楚楚 就直接跟日方说我们表达反对 为什么不像南韩 直接叫日本的大使来 那请问台湾今天做了什么 结果我们的蔡同学的府方 还把这个什么样 说这个我们的圆能会啊 表达反对意见 那你咧 蔡同学你真正要表达的人咧 我等了两三天 各位朋友得到的结果是这样 你们真的过一日到了 让我不可思议 但是各位 这不是我们蔡同学说好的这个守护主权 完全跳票了 而且今天发生更夸张的是什么 我们的谢晓夫前几天 还在那PO文说 反正也是说我们有关我们圆能会反对 就今天PO了真的让人瞠目结舌的文章 这谢晓夫称啊 台湾啊也排这个河背水入海啊 若向这个日本抗议啊 难以正言辞 各位朋友我们真的当时看到谢晓夫的这则PO文 我真的我不知道已经跪到这种地步 这谢晓夫这种举动真的我们还要付纳税钱 不帮台湾人争取利益 结果一直在帮日本人解释 还爱台湾人还把我们拖下水 请问一下谢晓夫他文章里面就写 其实我们的合一合二场过去曾有发生这个储存 燃料棒水池的废水位处理就排放这个入海 引发密鸟鱼的争议 你知道他当时这样写怎么样 马上被打爆脸耶 当时我们中研院就讲了非常清楚 这个密鸟鱼确切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是高水温所造成非关核污染 这个蓝营的黄指泽下午也在脸书指出 日本政府决定两年后排放这个浮岛核废水入海 结果我们驻日代表谢晓夫 没有严正的抗议尽在脸书上写 其实我们的合一场合二场过去也曾有发生 就是韩国人刚刚讲为处理排放入海 引发这个密鸟鱼的争议 密鸟鱼就是这种变畸形啦 That's key point 来了 又是有政府会说谎 为了帮日本人不惜的还把台湾拉下水 然后合理化日本人排放 因为怎么样 他指责台湾也是过去也发生这件事啊 就黄指责就说过去台湾的这个 核电厂排水口确实曾经出现密鸟鱼 就是畸形的鱼 但早已有中研院学者证实是高水温所造成 与核污染无关 后来经改善后密鸟鱼也就很少出现了 换而言之这个谢晓夫所谓的这个 我们的核电厂排放未处理的核废水 造成密鸟鱼的说法 根本是只需乌有 真的就有如中研院 我相信中研院如果跟这个谢晓夫 哪一个是专业的话 当然我相信中研院 如果中研院都已经这样讲 请问谢晓夫你今天po这篇文章你是怎样 谢晓夫你要不要出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说谎 你为了今天要帮你的最爱的日本大哥哥脱罪 然后把台湾整个扯进去 然后还自己先骂自己 各位啊 懂日本人的这个学者都讲非常清楚 你今天你对待日本人 你不能卑躬屈膝 要不然他们完全就是瞧不起你 你今天对日本人就要义正言之 就像南韩一样怎么样 直接把他大使叫来 直接呛 而且今天不是谢晓夫第一次当个驻日代表 下跪已经下跪多少吃 跟直接钓鱼台台湾跟日本发生争议 下跪多少吃 还有发生一件大事 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条新闻 这条新闻当时韩国人觉得非常夸张 也就是韩国啊禁止日本的核实进口 WTO啊判日本败诉啊 因为韩国禁止啊日本不爽啊 就最后WTO这个判决就日本败诉啊 日本不能把这个所谓的核实进口给韩国啊 当时就是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谢晓夫回应说什么 台湾和南韩的情形不一样 哇 各位朋友您能接受吗 当时内文就写 南韩政府禁日本福岛八线水产品进口 被日本告上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11日审议的结果 日本被判败诉 驻日代表谢晓夫因此遭批评 然后啊他在13日在脸书中说明啊 谢晓夫表示啊 新闻标题明明是记载 韩国禁的是水产品 台湾禁止进口是日本福岛五线的食品啊 加上蔬果啊 再加上畜牧产品啊 范围更广 有政论人士把南韩所进的范围 说成这个农产品 把台湾所进的说成水产品 纯属误导无助于问题的理性 你看 这个不就跟今天福岛的事情也是一样吗 啊你就今天只要说什么 你只要说对 WTO判得好 台湾也可以不要进河石 你就讲完这个就好 这就是台湾人要的利益嘛 这不就是国际的谈判吗 你今天讲这种话跟你刚刚谈核废水 有什么两样啊 台湾养一群被鼓的人在帮人家数钞票 我们还要拿纳税钱养这些人 借晓夫你滚蛋吧你 我这几点来了 回到蔡同学身上 蔡同学这几天不是见了这个美国爸爸 都是前前前前前前前参议员 前副国务卿 前副国务卿嘛 在这场见面中他指怎么样 新闻大概整理的重点 他就是期待重启哦 对话啊 然后阻止中共挑衅的行为 各位 我当时看到我真的都傻爆烟 为什么傻爆烟 我想问一下蔡同学 你当时为什么没有为台湾人民 赶快告诉美国爸爸 日本要排这个核废水 希望美国爸爸去跟日本沟通 这个真的攸关台湾人民生活 还有这些渔民 还有未来我们的健康 却没有顾到你却急忙的 好像在跟美国打中国大陆的小报告 哇靠 你这是我们的元首 你这是我们的领导人 各位 这种民进党已经让 真的让人瞠目结舌 为什么菅一伟偏偏偏要在这个时候 怎么样拍板 我就是要让这个核废水排放 因为就在明天 他就要跟拜登准备见面了 那韩国人也非常清楚啊 这个时候 把这个最大真意的是一拍板 因为核废水是流入全世界的嘛 韩国人已经讲过 尤其我们亚洲是最先的受害者 那可能接下来跟拜登的这个见面 马上大家有转移焦点啦 然后怎么样这几天 尤其台湾媒体一直报说什么 这个监狱委见拜登啦 哇 哇这个中日关系啊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然后标题大大写 台湾问题是关键 你看 接下来可能日本见拜登 可能怎么样 哇 菅一伟到时又谈到台湾的问题 哇我们媒体大量的洗板 大家又忘记核废水的事情 而且又加上菅一伟见拜登 美方已经表达什么样同意 也是认同日本做这项这个排核废水的事情 那届时菅一伟可以请拜登怎么样 跟南韩沟通啊 跟台湾 台湾已经不用沟通 台湾已经先下跪了 那跟菲律宾啊 菲律宾现在也怎么样 非总统府啊 谈核废水啊 他说污染者必须付出代价啊 那到时美国怎么样 菅一伟可能也请他去跟菲律宾沟通啊 所以跟台湾截然不同 韩国人是想讲跟keep point 台湾民进党长期把反核当作神主牌 所以反核不反核废水了 然后还要把说这个核废水 现在一直要合理化说他们要息事 甚至很多绝情已经怪到中国大陆 或者就像谢小夫说台湾有牌吧 请问一下各位朋友 台湾所谓各国 如果今天没有发生核灾的这些国家 排放的所谓的核废水 跟日本排放的是一样的吗 为什么韩国人直接这样讲 因为福岛核灾当时就是地震跟海啸 使得他们当时发生福岛核灾嘛 那当时那些水冲进来 为什么福岛现在很多地方 还没办法开放大量的辐射线 那福岛储存的水当时也是怎么样 要去冷却嘛 所以那些水已经含了大量的核辐射了 因为那是他们有发生核灾的水 所以现在日方自己解释他们要去稀释 那为什么韩国人说日本是傲慢到极致 因为日本的副首相麻生啊 他说什么 核废水啊喝了也没事 那很好啊 那你把日本几百万吨的这些核废水 做海水淡化 全部给你们日本官员喝就好了啊 我相信几百万吨 每个日本官员未来都不用买水 何乐而不为洗澡也用那些 对不对 还有台湾的谢晓夫也用那些 民进党也用这些好不好 大家一起分担嘛 这些挺日的 美国也用这些嘛 美国三亿多人口嘛 对全部人一起 台湾的这些民进党官员全部都用嘛 那我相信这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啊 韩国人最后只想告诉各位 你看悲哀到这样啊 而且你看南韩都有计划要告上国际法庭了 就因为这个核废水事件啊 台湾今天又有一则新闻说 我销日的这个香蕉再传农药残留啊 我们的农委会说啊 我们的果园要加强药检抽烟啊 虽然很好笑啊 因为之前凤梨事件 但是你看台湾多卑微啊 台湾一个香蕉的东西 就要赶快检讨自己 那日本要放核废水了 结果我们都不用去检讨 都不用去跟人家抗议 各位这就是台湾啊 已经贵到物体投地啦 连大陆的这个发言人 都讲非常清楚啊 如果日本政客觉得 核废水是清白 就请他们把核废水用来饮用做饭洗衣服啊 而且大陆的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专家 也讲非常清楚啊 他说啊目前来看啊 放射性的物质流的这个浓度还过高 虽然放在大海里会被稀释 但是啊每一身每一地方的这个放射性 会有所下降 但是日本最好先把放射性的废水收集起来 再衰退到两三个这个放射期 最好是四个放射期 换句话说再储存放个三十到五十年啦 你看 人家今天都已经怎么样 给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见了 你要不然就是怎么样 就制造多一点这个储存槽 继续让它放 或者是就像韩国人讲的 反正麻生都已经说可以喝了嘛 对不对 一批慢慢的这样子海水淡化 因为我相信这里面大部分都海水嘛 海水淡化 然后再去西市 然后再去给你的日本官员喝嘛 对不对 这样子从中这样做 慢慢的耗到三十五十年 你再排出去不就好了吗 但是啊你可以看到这一些 常常用着民主人权的国家 尤其又是台湾 长期也是用着民主人权 去攻击中国大陆的这些人 如果今天这个是中国大陆 要排放的话 我相信啊 全世界都不是这样讲 所以啊双标是一个最可怕的东西 当你今天一直不是用理性的方式 去攻击别人 然后今天你自己要去做 这一件会让人家诟病的事的时候 你又要希望人家理性 你觉得有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台湾也是一样啊 你整天攻击中国大陆 人权人权人权 那请问一下 日本今天排放的 这个所谓核废水 是不是攸关台湾人 还有这个亚洲 或者全世界人的人权 因为大家都要使用水 大家可能都会怎么样 因为这些核辐射 可能会造成污染 不在乎啊 因为都是双标啊 因为他们都是大国啊 他们讲的算啊 所以韩国人只能告诉各位啊 这就是所谓的民主自由吗 就像韩国人讲的 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独裁啊 结束 不得了吗 好 好 不得了吗 好 好 好